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失的班旨 或许与幕后诸实并无关系 试想一下 赵和死了 班旨会落在谁的手中 衙门 若是普通物件也就罢了 但是班旨伴随赵和数十年 非同一般 大人的意思是 赵和将班旨 交给了亲密之人 可是据情报看 赵和在京城没几个亲友 人可以隐藏 关系也可以 我们要找的人 应该就在这几个查行之中 你就是遵纪查行的掌柜 两位大人 请坐 大人先喝口茶 在下就是孙安 不知二位大人找孙某何事啊 认识赵和吗 大人说的是 河北的赵掌柜 没错 见过几面 聊过几次 不是很熟 敢问大人 赵掌柜 他死了 死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我猜你 得了孝可之证 这 大人慧也 很不巧 赵和也得了此证 赵和死了之后 我发现他身体严重消瘦 双下肢严重水肿 但是他又很爱吃梨 吃个梨 又随身携带着这六位帝皇丸 所以我敢断定 他是萧可证 引发的神变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时 我就觉得你和赵和有些相像 现在我敢肯定 我 我 我 你就是赵和的 死生子 我 你 你 没错 赵和是我爹 令死前他把御扳纸 给了我 除了这个扳纸 他还跟你说过什么 走吧 是 是 老爷 东西取倒数了 赵河这个老东西 竟敢背着我做司章 打开 论语